大家好,欢迎走进小明说电影 二十年代末期,翔子是一个洋车夫 他终于凑够了一百元买了辆新车 然而没过多久,就被军阀连人带车抓走了 翔子心疼自己的车被压了太多翔子,忍不住卸下几箱 一阵枪响,匪兵们撕散逃窜 混乱中翔子的洋车滚下了山崖 在山坡下摔得四分五裂,他们都跑了 翔子心痛质疑,发现匪兵们留下了三匹骆驼 想着自己反正一无所有了 干脆牵走这三匹骆驼 翔子拉着三匹骆驼,从西山往回走 途径一个村落,上前跟挑水的大爷讨水喝 翔子喝完了水,他恳求大爷收下骆驼 钱就看着给好了 最后大爷凑了三十五块大洋给翔子 收下了骆驼,他揣着三十五块回到了北京城 买了件挂子又踢了个头 人和车厂,刘四爷和虎牛正在吃饭 拉车的车夫每天要交分子钱 虎牛是刘四爷的女儿,帮着打理车行的生意 翔子把三十块存在刘四爷处 说自己要攒钱买辆新车 刘四爷说,可以先借给你钱买车 利息一分 翔子咬头说,要攒够了钱再买 车夫们谣传翔子从西山拉回三十匹骆驼 还捡了块大金饼 发了大财 都围着翔子探问究竟 翔子简直无从便起 他每日勤力拉车 按时交车费钱,指望早日买车 虎牛心疼翔子,倒茶给他喝 刘四爷看见虎牛体却翔子 拿话点他,虎牛不以为然 翔子拉包车的阳性人家 从上到下都十分难伺候 他实在受不了阳性的一家使欢 料挑子不干,走人了 拉着车又回到人和车厂 晚上,虎牛吃饭了韭菜和烧鸡 硬拉翔子坐下一起吃 虎牛撕下鸡腿给他吃 又拼命管他喝酒 翔子架不住虎牛的软硬件事 终于喝下了酒 他三番五次灌醉了翔子 终于灌灯行了男女之事 春宵一夜之后 翔子独自走在街上 并不高兴 因为虎牛不是处女 翔子觉得自己被女人骗走了 北京城的夏天来了 西瓜冷饮都摆上了街面 翔子漫无目的地拉着车游荡 遇见了从前拉过车的曹先生 曹先生问翔子愿不愿意去他那拉包月 翔子得知管住的地儿 十分乐意当机答应下来 这样就可以避开虎牛了 曹先生放学 翔子去接他 路上跑得太起劲 把先生栽了个跟头 翔子摔了曹先生一跟头 自己也擦伤了 但是曹先生一家都不怪他 太太还让他宽心不必自责 这天虎牛打扮好了 在裤腰塞了个枕头 准备去找翔子算账 他一看 使虎牛找上了门 虎牛告诉翔子自己有了身孕 他陷入了无比的烦恼 虎牛教训完翔子 又说拉月二十七是老爷子生日 到时候让翔子去拜售 再找机会撮合俩人的事 他临走又把翔子存的三十块钱给他了 寒风凛冽的冬夜 翔子拉着曹先生回家 路上被针区队的人跟踪上了 针区队的人跟踪翔子到了曹家 说曹先生是乱党 翔子也脱不了干系 他出手将威胁翔子掏钱买命 任何茶掌 刘四爷的寿宴上 虽说免了车夫们的分子钱 但寿宾是少不掉的 刘四爷得知许多车夫 只上了一毛钱的分子 十分不快 他一边抱怨 一边看见虎牛跟翔子 叽叽咕咕咕摇耳朵 忍不住指丧骂怀虎牛是扫把星 这下虎牛不干了 直接跟老爷子杠上了 刘四爷指着翔子说 自己都瞅见虎牛的事了 虎牛也干脆撒起泼来 他索性承认了和翔子的事 刘四爷父女二人大吵起来 都是厉害角色 吵起架来势均力敌 虎牛贴了心告诉父亲 就算不同意也要嫁给翔子 虎牛果然是雷厉风行 几天内立好了房子 请了吹鼓手 赶做了新嫁衣 坐着吧台大叫出了门 吹鼓手把虎牛抬进了大杂院 院里的邻居有羡慕的 也有说风凉话的 翔子一脸茫然 在虎牛的催促下 掀了盖头拜天地 入了洞房 虎牛才告诉翔子 自己压根没怀孕 翔子吃了一惊 但目已成舟 也只能认了这门亲事 大杂院的父女们 看见二强子又跟女儿要钱 纷纷谴责他 确得 把闺女二百块大洋 卖给了一个当兵的 白天当老妈子吃还 夜里还要陪睡 第二天一早醒来 虎牛发现翔子 已经不在枕边了 原来翔子一早就出去拉车了 忙活一整天 虎牛不想让他 再出去拉车了 这天他带了几包点心 去仁和车厂找老爷子 准备低头求和 遇见昔日熟悉的车夫 才知道刘四爷 已经把车厂转给了别人 如今已经改了字号了 回到家里 虎牛告诉翔子 刘四爷把车厂子转手 拿着钱走人了 悲叹自己这辈子完了 要困难这个大杂怨了 翔子倒没有多少感叹 虎牛哭完了 拿出私房钱 让翔子去买辆赢车了 翔子一看买车有望 心里十分高兴 二翔子拉车回来 看见女儿拎着包袱 回到了家 他告诉父亲 那个当兵的跟着队伍走了 扔下了他 他现在无处可去 只好回家来了 小福子在家操制家务 照顾两个弟弟 虎牛去街上买了杏杆 海棠杆回家吃 顺便招呼小福子到他屋里来 虎牛这是把小福子 看作是自己的好姐妹 因为他没有亲人 虎牛告诉翔子 这回正有喜了 翔子也很高兴 二强子醉酒回家 又开始打骂孩子 还让小福子去卖身赚钱 有了小福子卖身挣来的钱 两个弟弟吃上了窝头 翔子拉车回来 看见这一幕 亲里也就理解了 小福子卖身的行为 毕竟人先得活着 更何况小福子 还有俩弟弟要养活 翔子拉车回家的路上 遇见了多余的小福子 他拉着他一块回到了家 小福子终于还是坐了暗场 他在街上拉着了嫖客 却碰上了二强子 还上前跟他要钱 小福子没有地方可去 招到了嫖客 就连回家里做生意 这时候的虎牛 便发动院里其他女人 一起挤兑小福子 小福子带着两个弟弟 去给虎牛磕头赔罪 求他放他们全家一条生路 虎牛于是跟小福子和解了 虎牛就快要生了 翔子越发有了笨头 时常主动给虎牛买点心回去 到了日子 虎牛却一直难产 神婆让翔子去娘娘庙磕头 包了香火拿回来 怼水给虎牛喝 他折腾到半夜 还是没生下来 接生我告诉翔子 虎牛是胎位不正引起的难产 赶快去请杨大夫吧 他到了医院 但是叫不出出诊费 大夫让他先去找钱 翔子到处求解无门 他回到家 虎牛用最后的力气 看了翔子一眼 离开了人世 翔子背痛欲绝 他借钱买了棺材 下葬了虎牛 翔子欠下了债 出来拉车挣钱 一个买卖没拉上 连吃饭都没钱 小福子塞给他一块钱 让他先去吃饭 翔子不肯 小福子塞过钱就走了 他实在没办法 把自己的车卖了52块 去还债 还是不够 又把屋里值钱东西也都卖了 昔日热闹到小屋 立刻冷静下来 深夜 有人要坐车 翔子发现是刘四爷 一把把他拽下去 刘四爷问虎牛 翔子说死了 他又问买哪了 翔子说你管不住 其身离开了 小福子被卖进了下等妓院 胜不如死的他激进绝望 当翔子来找他的时候 他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上吊自杀了 怎么了 昨个晚上 打上了吊 翔子彻底的对生活失去希望 做了无业游民 从此陷入了悲惨的生活 骆驼翔子是导演林子峰于1982年直到上映的作品 根据老舍通明小说改变 老舍笔下的翔子在电影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影片虽然于原著在故事情节上有出入 但结局却忠实于原著 作者对主人公翔子是抱有深刻的同情的 他的堕落是由当时黑暗不公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一个有理想有抱负 截身自好 勤奋奴奴隶的青年 在那样的社会和时代中 虽然极度挣扎 但最后仍然没有逃脱堕落的命运 翔子的悲剧 不仅是他个人 也是整体人力车夫悲剧 更是那些拥有生活保障的城市平民的集体命运写照 只不过别的同行 从一开始就已经任命 而他转了一大圈之后 依旧和那也没有理想和追求的人一样 甚至结局更加的凄凉 但是影片和原著 也从另一方面揭示 翔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个人主义 当一个人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很快就会陷入沉沦之中 如原著中所写的 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 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 可是翔子毕竟曾经是一个有理想 有抱负的青年 当他再次遇到刘四眼和曹先生时 本应成为他人生的一次转机 让他与过去告别 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可是内心中燃起了微小光亮 却很快被外界更大的黑暗吞噬 小福子的死 让他彻底的认识到 在弱肉强势的世界里 诚实 善良 责任 只会让人活得更艰难 更痛苦 更悲惨 无论他如何的挣扎 努力 拼搏 最终所做的一切终归徒劳 绝望来自希望的彻底破灭 翔子最终完全放弃了任何努力 堕落为他自己曾经嫌弃的厌恶的那类人 为了生存 无所不为 完全成为他沉沦和堕落的邪恶势力的一部分 他的肉体虽然还在苟活 但精神已经死了 成为了一个混吃灯死的行尸走肉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